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小马AI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KELAS手写数据集代码的说明 是这样 我不是参加了一个大数据AI开发大赛 前两天我已经拿到了数据集 而且为做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数据集里面的图片的内容 它就是一个图片分类问题 OK 说图片分类是这样 在KELAS数据集当中 它给咱们好多类似这样的图片数据集 让咱们进行分类 我今天在做大赛AI开发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KELAS它自己给咱们提供数据集 咱们如何用它的数据集进行一些分类算法 如果咱们把它的数据集分准了 也许咱们今后分咱们大赛AI的数据集 就不会很困难 在做之前 咱们先学一下KELAS内置的数据集 今天给您讲解的是手写数据集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知识点 就一个KELAS内置的手写数据集的说明与训练 今天给您采用的数据集是哪一个 是这个 大家请看 MIST 这是一个手写数字数据集 也是给咱们提供好多图片 让每张图片有个标签 比如说这张图片写了个3 那标签就是3 这张图片写了5 标签就是5 它给咱们认识这么一个数据集 那咱们读这些图片去分析 然后看咱们能不能把正确的数字认出来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好 那咱们先少续马上看代码 这是我的代码 我把代码考到咱们这个终端当中 咱们看代码 咱们边运行边讲解 今天内容可能会稍微有点多 稍等 我这开一个 终端 然后进入咱们的虚拟环境 OK 然后我看一下我的这个TensorFlow都对吧 OK都对着呢 然后在这里面咱们建一个man.python 然后把我的代码考过来 考完之后 咱们诸端讲解 考过来之后存盘退出 是这样 因为是我同样目录 所以在这也能看到刚才我那段代码 好 那咱们就开始了 我从上网下给您讲解 同时我会给您说到 为什么初学者朋友学不会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我会给您讲到 首先现在第一行 Import一个Num牌 这是什么 这个是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中 最常用最常用 最重要最重要的包 没有之一 它干什么 它做数组计算 它的速度远远快于python自己的数组计算 今后我会开课程专门讲单排 它是机器学习中最重要的库 没有之一 好吧 OK 第二行 咱们要学TensorFlow 我今天就Import一个TensorFlow 这没说的 今天咱们的这个学习 我搭建模型当中用到了三层 哪三层 分别是平整层 密集层 以及扔掉层 扔掉是吧 把一些学习中不重要的数据 砸音是吧 把它扔掉 OK 这是这三层 接下来 我可能还要给您再输出一些图片 图像 对吧 需要引入这个matplotlib OK 前四层代码都听明白了 OK 接下来是这样 为了让您这个好理解 好学习 我这个代码 其实就一个函数 叫做run 对吧 后面呢 就掉这个run 是吧 非常简洁 那里面都写什么 咱们往下看 首先咱们第一行Import 把Keylas内置的数据集 这个手写数字数据集 Import进来 然后装到咱们内存当中 用这行命令 然后分别存成四个数据 哪四个 大家请看 训练数据XY 以及考试数据XY 为什么要考试 是这样 咱们用一大批的数据 干什么 原始数据进行训练 训练完的结果 会形成一个模型 然后咱们用咱的模型 看看它训练的行不行 对不对 那怎么去考它 就用后面这个数据去考 这数据的内容 一会儿我会给您看到 无非是前面这个X 是存着图片数组 或者说叫做特征数组 图片 对吧 后面是标识 每张图片都是几 是3是5是8 对吧 会标注 测试集完全一样 给对数组 给对考试结果 看你考对没考对 就这感觉 OK 咱们先少许 把这四个数据打出来 咱们看看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为数 好吧 稍等不是加一个回车 好 到咱们控制台 敲Python 控格门 咱们看数组 第一个数组 有6万个数据 也就是说 有6万张图片 每张图片的 为数是28像素 乘28像素 然后结果呢 因为我有6万张图片 所以说这对应是结果有6万个 你是3是58 对吧 这地方会存结果 测试集 是1万个图片 对吧 然后也是28×28 图片吧 对吧 然后每张图片呢 是3是58 后面呢会有标注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数据集 咱们一看就明白 OK 然后按理说 我也给你马上讲 咱们先待这停住 干什么 咱们随便找几张图片 看看里面写的什么 是不是你的数目字 对吧 OK 马上开始 我这地方有一个测试代码 专门让您 看图片的内容的 我给它拷费过来 放到咱们认识之前 放到认识之前 今天课程可能会稍微有点长 我尽量讲得快点 如果觉得我讲得快的朋友 你把我这视频放慢速度看 好 咱们看 我这个测试代码 显示第一千张图片的内容 我这打印出 这个图片是几 对吧 因为这是从训练机外中产生 对吧 标签是几 然后我通过这个MATlib 把这张图片打印出来 好吧 马上存盘 看结果 Go 清评 大家请看 我的平台这打出一个零 对吧 能看我这个鼠标吗 对 大家看这个图片 它就是个零 没问题吧 OK 再试别的 比如说 你不六万张了吗 咱敲一万 再试试 三 大家请看 图片是三 给咱标签也是三 有事说 每张图片写的几 咱们在这个标签库都有记载 那咱们就可以学习了 对吧 咱们再看一个 对吧 有朋友说 我还想再看一张 咱们再看一张 五 这五写像S是吧 你看 有人啊 他写数字 他就不好好写 这没有办法 但是咱们AI还能把它认出 对吧 这是咱们的课题 他写我 如果他这个前数没记到 咱也管不了 OK 既然咱们都知道图片数据里面的内容了 接下来 咱们就把它看 是这样 如果听过其他的积极学习课程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我拿到这个原始数据 我不能马上就硬去计算 这不行的 对吧 咱们要把数据整理成 可用来计算 可用来学习的对象 那么怎么做 需要进行一些标准化 规一化 正规化 对吧 这地方大家请看 我做了一个正规化 正规化的什么东西 我不给你看一下 我呢 正规化之前 这是一张图片 对吧 第零个 就第一个嘛 正规化之前 它是什么样子 正规化之后是什么样子 咱们都看一下 你就明白 什么叫正规化 为什么叫正规化 因为图片的这个标识 从1到255 这是横跨了200多个内容 对吧 咱能不能把它缩小呢 就是这干这个 好 咱们试试 go 清评 大家请看 呦呦呦 它开始计算了 把它停掉 这我应该加一个 return I'm sorry 从来 大家请看 这是原始图片吗 因为咱们是存在这个数值 所以说这个图片里面 是从0到255 对吧 都是这个数 这个你说能不能算 也能算 但是呢 范围太大 横跨了200多个数 对吧 很难算 那么咱们如果把它正规化之后 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 这不一定要做 数据清洗 数据整理 这是在这个学前一定要做 来保证咱们的这个模型训练准确 大家请看 它被规一化了 或者叫做标准化了 都是0到1的数字 这样的话 便于积极计算 提高运算效率 而且便于提高它的准确性 OK 这不讲完之后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咱们这个图片是从0到9 对吧 那么咱们标签库刚才给您看了 是3是5能看到 对吧 但是机器看起来很费劲 咱们应该把它做一个弯热编码 什么弯热编码 就是说咱们把这个从0到9 这些数字变成二进制的 未运算来看到 能听明白吗 不能 没关系 咱们看例子 比如说咱们就看这第一个例子 稍等 我打印出来 第1000个外标签 是这样 玩热操作 仅仅是对这个标签 对外景操作 它不对图片进行操作 比如说咱们训练机 咱们看一下 第1000个数字是多少 咱们看一下 清屏 敲错了 I'm sorry 上面这个代码给它屏蔽起来 咱们知道它的为数就算了 显得屏不显得乱 大家请看 我弟机枪数字是0 刚才咱们看到图片对吧 OK 那么咱们玩热编码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一下 把这行多余的拿掉 大家请看 这0会变成这么一个数组 这个是个数字里面有10个元素 因为你是0 所以说它在第一位 或者说叫第0位 显示个1 如果我是1呢 会在这儿显示1 我要是2 会在第0 从0开始的第二位显示2 咱们再试一个别的数 这就要把咱们实际使用的数字 进行二进制的玩热编码 玩热 一味热嘛 对吧 其他都是0 就这一味热的 对吧 所以它叫玩热嘛 大家请看 5 那是第5个 看啊 说数 0 1 2 3 4 5 对吧 这么就标记 其实有朋友说 你干嘛要脱裤放屁 做这把手 是为了机器运算的比较容易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变换 有朋友说我不变换 我不做你的玩热 我能不能做 我跟你说 我负责说 也能做 只不过大家都习惯了 业界都习惯做玩热编码 所以咱做一个 您不做 完全可以计算 完全可以得出正确结果 没有问题啊 好 我只不过按照业界标准来做 您不做行不行 我负责任说 可以 也能计算 完全没问题 好 咱们编完之后 就接着到今天咱们这个 最主要的玄学部分了 大家请看 什么叫玄学 是这样 咱们要通过一个神经网络 对吧 咱们编一套神经网络 里面有很多的隐藏层 有很多的神经源 咱们通过构筑它 然后咱们得出一个算法 用这个算法 咱们去预测每张图片 然后学习每张图片的结果 对吧 这些东西 就是这玄学内容 比如说第一行 平整 把搜索图片 平整成一个数组 然后传进去 然后第一个隐藏层 我给了100个单元 或者叫做细胞 是吧 神经源都可以 然后第二层 我给了256个 然后后面又加上一个激活函数 这都是 我有机会再跟你讲 然后我做完两个隐藏层之后 第三个 我扔掉一些 我不要的数据 然后最后 用这Softmax激活 告诉我 我学完的结果是几 乍野结束 朋友来说 你说什么呢 听不懂 咱们看张图 我给你准备一张图 大家请看 这边是咱们图像的一杯数组 每个数组的内容就是一个特征 对吧 咱们input了几 咱们这个是28乘28 对吧 所以这是28乘28 768是吧 768个单元 然后传到隐藏层的第一层 第一层我给的是1000 对吧 1000个单元 第二层我给的是256 对吧 然后后面我就没给了 后面这给多少层都可以 然后给完之后 最后输出 输出层 咱们是0到9 所以输出层的地方 我给的是10 对吧 那么有朋友问了 你这么搭能不能出结果 还是说我只能这么搭 才能出结果 这就是 大家请看 玄学的部分 这个神经网络 咱们这搭几层都可以 然后这个每个每层里面的单元数有多少 也都可以 它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这就好比人体的大脑 每个人都有大脑 每个大脑的看起来都差不多 都是有各种这样的神经元 对吧 那么每个人大脑就不一样 为什么 每个人大脑有多少神经元 有多少层 谁都不知道 但是咱们都能认识到这个事物 都能知道数目字 都能对话 对吧 但是大脑中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就是玄学的部分 为什么叫玄学 我通过这个模型 我能够正确的算出数目字 对吧 我能够算出正确结果 然后 比如说我这不叫1000 我叫500行不行 我这第二层不叫256 我叫900行不行 900有点大 我叫128行不行 都可以 它最后都能出正确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神经元 您填多少啊 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他说那我怎么学这个呀 这就叫做玄学的部分 这个不是出去的朋友 该关心的问题 出去的朋友 该关心什么 该关心 我这么写代码 搭建出来这个模型 就能够把这个数字认出来 具体怎么认出来的 我怎么坡度下降 怎么认出来的 这不是现在咱们关心的问题 好不好 你就这么大 有朋友说我能不能不这么大 我中间我再加一层行不行 完全可以 招二出结果 都没问题 要不说玄学呢 对吧 这也就是说 机器学习难 就难在现在这个地方 怎么着都可以 但是呢 问题 问题就在这了 怎么着都可以 同时怎么着 又都不可以 就难在这 那有朋友就说了 那我该怎么写呢 是这样 这个地方 有很多数学家 给咱们建好了很多的模型 咱们只要向些数学家 去学习这些个模型就行了 我跟大家说 我这个代码 从第31行 到45行 就这么一点内容 够写一篇论文的 够写一篇论文的 初学者朋友 觉得机器学习难 就是因为 我看这是十几行 十五行 这十方代码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跟您说 这不是初学者 该关心的问题 初学者 你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十方代码 可以说用一篇 用相当厚的一篇论文 来证明 这样写是有道理的 咱们不用去管 那么就咱们工作中 如何写模型呢 你不要去写模型 你要去学习那些个论文 把那些论文建立好的模型 用编码的方式 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是我给您的 学习AI的建议 OK 先少去拴 这几层之后 这地方呢 咱们这一堂代码还没用 这代码是看一下这个模型的大概的结构 然后呢 这边译一下 边译模型时候 传三个重要的内容 损失函数 因为剃度下降 优化函数 我该怎么改我的权重 对吧 包括最后的模型的校验方法 这三个 您现在这么记就可以 不会 看论文去 好吧 OK 接下来 我这个地方 对这个模型 用我搭建好的模型 对我的训练数据呢 进行训练 训练 这个参数人要知道 训练20个周期 然后呢 每次传128图片 训练 为了为什么 为了提交效率 你说我这传一行不行 也行 非常的慢嘛 对吧 OK 然后接下来 对模型进行一个评分 然后呢 输出原始值 预测值 看着模型学习的对不对 如果都对的话 在这地方呢 存成一个模型的文件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代码 大概的内容 我看时间关系也差不多了 今天就不再给您运行了 咱们下期 一边运行呢 一边在座讲解 同时呢 我再给您做一个验证 好不好 OK 那今天这期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